刚一进来以为这个快餐店 现在呢发现我小瞧了 中国的烧烤在东北 美国的烧烤在德州 这家据说是达拉斯最好吃的烤肉 不过这个位置有点像酒吧街 离市区也比较远 点餐的方式也像快餐 他家这个肉按磅卖 特色肉35刀一磅 好贵啊 后厨切下来直接按重量成 这岂不是不知道自己要付多少钱了 来了啊 这个Giant Beef Rib上来了 这个感觉超级的大 我去 你看啊 这肉 我手一边尝 来来往下滴油 这一块肉呢 大概有1.5磅 一斤 一斤多点 来一会尝尝怎么样啊 真的不好下嘴 还一大多啥 好香 好香 真的觉得很好 这十几个小时的熏烤 味道真的是非同意吧 尤其是外面这一层 这里面好像加了某种蜜质酱料啊 就外皮这块特别的香 肉特别的测混 幼稚特别的细呢 里面呢脂肪还特别的肥美 咬一口啊 香迷糊了感觉 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份套餐 以肉配菜根本不给你吃蔬菜的机会 但是还有这个蜜质口 挤到这个酸黄盆上 配上这点圆葱 再配上它这个肉一起 特别的解腻 特别的香 这个酸黄的酸呢 加上洋葱的辛辣 加上肉这个肥美啊 这三个加一起啊 真的是完美的搭配 真的是一个王大的组合 刚一进来 以为这个快餐店 现在呢发现我小瞧 难怪这墙上呢 挂了那么多的这个奖 奖牌跟这个 跟这个客户的认可 这真是啊 被这个牛排啊 疯狂的打脸 谢谢大家